古人金刚精尺燕录 林中瑞相片之 三十七 林中瑞相片 于求报应 李元宗 宋朝荆州江陵线人 他的女儿十三岁时 梦见一位范僧告诉他说 你很有善根 何不迟念金刚精呢 世间善男性女若能每天静心送一卷 现世中可以增加福寿 像世寿百年 命中即升天界 若能究竟般若 可以直登涅槃彼岸 如果未达经义 死后因福也不能拘禄 可以投生富贵之家 向人间福报 他深信此话 从此每天送金刚经三卷 他方林二十四岁 仍不愿出嫁 后来患伤寒 过了三天才死 死后其魂入明府 明王审问之后 知道他未曾造罪 看见他头顶上有佛像显现出祥光 于是放他还阳 临行时 明王嘱咐他说 你有剥弱功德 所以放你还阳 你的父亲所造的杀业极重 所以先减受二计 不久之后就要追来对证 你的父亲常常把活鱼切块 现在已有七千余尾来诉冤锁命 你回去问你的父亲 是不是晚上梦见深落网中 白天醒来就觉得头痛 这就是愚求报应的缘故 他苏醒之后将此事禀告父亲 原宗大惊 答说却有其事 心里非常害怕 就同女儿前往天宁寺忏悔 以斋饭供养一百位僧人 并且断除婚酒 亲手敬书金刚经四十九卷 有一天晚上 原宗梦见数千轻衣童子向他礼拜说 我们被你所杀 已向民府诉冤所命 现在蒙你写经的功德 借此善力已经超离苦去 要投生善道去了 你我的仇怨已经化解 你因写经的功德可以增售 从此以后 原宗持诵金刚经更加虔诚 活到一百二十岁 无疾而终 金刚经持宴记